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一樣要來介紹五隻小動物的家啦 上一集給大家票選後得票數最高的是軟糖 軟糖長得可愛 家裡的楓葉景色也超美 軟糖的賀圖一樣會放在IG上喔 而這週也請大家在影片結束後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這集裡哪隻小動物的家喔 大家上島的前五隻島民住的都會是長一樣的小木屋 俗稱樣品屋 而我影片介紹的是從第六隻以後入住的島民 才會有的個人特色屋喔 如果你看到的房子長得不一樣 那就是你家的那位是前五隻住進來的 雖然上禮拜我已經提醒過了 但還是會收到這樣的留言喔 所以我會再繼續提醒下去了 今天第一位要拜訪的是凱恩的家 從凱恩的外型特徵看起來 他應該是台灣才有的評尾鳥類 帝智喔 自戀系動物的房子都不會讓人失望 凱恩家也是豪宅一樣 使用了紅色裝飾線板壁紙 以及紅色簡約地板 這邊有滾筒式洗衣機 上面還放有藤邊毛巾籃 洗好的衣服就可以直接放進旁邊的藤邊衣櫃裡 要當自戀系的島民對時尚要很重視喔 這裡有一個無水箱馬桶 他就放在窗戶旁邊 也沒有任何要遮蔽的意思喔 有客人來就直接給他們羞恥不累喔 另外這邊的角落是浴室 放了浴缸 淋浴組合放的位置很貼近現實的樣子喔 怕地板用失這裡放了一張 海軍籃簡約浴室地墊 牆上掛著一件浴袍 害人會不自覺腦補凱恩出獄的畫面喔 不過這邊的毛巾架放的位置有點高 凱恩是要用飛的上去拿嗎 藤邊床鋪是凱恩睡覺的地方 旁邊的古董玄關桌放有留聲機 播放著KK波雷洛 搭配凱恩的自戀個性就會讓人覺得很有情料喔 床尾放了一個東方屏風隔了起來 藤邊矮桌上還放著中式茶具組合 這一小塊東方風的空間是不是在暗示 凱恩是愛喝茶的台灣人呢? 美美美拉 歐美拉 那美美歐歐歐歐 超級五十年 這是珍珍的房子 關外關就感受到貴氣 房子散發出一種知名女星的氣場 珍珍的家 墻壁使用了米色摩洛哥专牆 以及玫瑰木地板 请问玫瑰木地板是手女们一起团购的吗 哎呦 富然你家好漂亮哦 就是说啊 特别这个玫瑰木地板真好看耶 对不对 哎呦 房政说他们刚好有一批新的玫瑰木地板好便宜啦 珍珍啊 富然快介绍给我们团购呀 我也有认识藤边家具在大拍卖啦 不如我们就一起买吧 珍珍虽然也是用了手女们最爱的藤边系列家具 但用白色的不知道为什么视觉上看起来舒服很多 珍珍的床是藤边床铺 旁边有藤边边桌与藤边桌灯当床头灯 这里有淋浴间 淋浴间旁边有滚筒式洗衣机与藤边毛巾栏 洗澡时换下来的衣服刚好就可以丢进洗衣机里面换洗哦 这里呢是珍珍打扮自己的地方 藤边梳妆台左右两边有藤边废纸楼与藤边衣柜 但不晓得为什么藤边凳子放在这里哦 开柜子不会卡到吗 上面还有空调哦 有放空调的好像家里都很豪华哦 这里有藤边矮桌搭配着藤边沙发 截至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没访到家里放藤边沙发 而我们可以坐上去的房子 我们来看看哪天才会遇到 百合唱片播放器在这样的房间里非常适合 播放着害我一直被版权警告的都市KK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绿色的墙面小木屋 非常的特别喔 巴克斯像是住在森林里 使用了树海墙与草原地板 原木花园躺椅真的是野外派的最爱 上面用的图案还是熊熊图案喔 这一侧角落放了一个木桶 上面放了一个携带型的收音机 但是巴克斯没有打开它 如果大家有送巴克斯音响的话 它则是会播放森林生活 另一边角落放了摇烤炉 烤出来的东西就可以在这一张大张的原木桌桌上 与朋友们一起享用了喔 连桌间都是熊熊图案喔 座位也很多耶 有两张原木凳子 还有一个野外原木长椅可以做喔 这里还放了一叠的书堆 旁边还有个微型图书馆 看不出来巴克斯是个爱读书的熊熊耶 我们来看看他都看什么书 看看他都看不出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是和平的家啊 和平的房子外观看起来意外的很豪华诶 真期待里面是长什么样的喔 喔 和平呢应该就是那种 花大钱盖的豪宅可是没有花钱去请人用装潢的人吧 家里使用了蓝色地铁砖墙与酷干油漆地板 和平家里有很多水果系列家具也放了不少玩具喔 像这边就有一个橘子边桌 上面还放了一个Toy公仔 那这里也有一个铁道模型 这边还有一个桌型足球台 都可以看得出来和平的童心喔 这一侧有离子衣柜以及离子床铺 放在一起后才发现 这其实是同一颗离子切一半 一边当床一边当柜子吧 最后这个角落放了Toy货柜 上面放了很难得的盘式录音机 这么复古的播放器 播放着也很复古的KK50年代摇滚 厂商有Toy币中 还有一个苹果电视放在这 不是应该要再多一台Switch接在这边才对吗 电视放在旅上 电视放在比HCTS 电视 tables 电视放在Europe 电视Whoa 最后一站来到恋恋的家 恋恋的房子好可爱 粉红色墙加上白色茅草屋也太梦幻了 本身配色就是粉红色加白色的恋恋 房间里也是这两个颜色为基调 使用了粉红条纹壁纸以及红色点点地板 就像成熟系的都超喜欢用藤边系列家具一样 元气系的也特别喜欢用可爱系列家具 角落这里有可爱沙发 就算是身为大熊的恋恋 也可以躺在上面休息了 这边还有滚筒式洗衣机 今天介绍的五位动物中就有三位家里方洗衣机 是特别注重这方面的一组动物 大张的可爱床铺恋恋也能睡得安稳 可爱落地灯当作床头灯 室内还有空调哦 因为恋恋是北极熊嘛 要让房间保持凉爽 可爱茶桌上面放了可爱音乐播放器 播放着KK偶像 触目的点在于可爱音乐播放器 恋恋是选用红色的 而不同的其他的可爱系列家具都是选用粉白色的 它变成了整间房间的亮点哦 这边有可爱衣柜 墙上挂有可爱壁挂中 可爱梳妆台可能对恋恋来说太小了一点 所以它直接用了可爱DIY桌 比较大张哦 配上可爱名字都叫得很可爱 可是从这个角度看恋恋拿句子 还是有点惊恐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次介紹了五位動物居民的家 如果今天的影片大家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並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喔 感謝各位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